不管等了多久 我們家附近還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呢 我決定開車到城市中 看城市中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給大家看 好啦 那我們看看一見囉 我們現在到了城市中了 那這是一個商場 商場裡面的停車長馬上就發現一隻 老鼠吧 算是很常見的神奇寶貝 這樣可能太陽有點亮 我怕你看不太照 先抓到再說 那我等一下呢順便去 左邊這個 Superstore裡面買一些牛奶啊 還是家裡需要用的東西 我們現在到了Superstore這個商場裡面了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東西 不知道等一下走一走會不會遇到神奇寶貝 如果有遇到的話我再拍給大家看 附近是有顯示有一些神奇寶貝 不過都是三個角的 三個角鋪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我覺得應該不在這個商場內 我把手機放在推車上然後這樣推著走 看會不會遇到什麼東西 順便逛一下超市 我好像沒有在動 喔 發現冰淇淋在特價 喔 還是Scot's Point 這個牌子冰淇淋不錯吃喔 還蠻好吃的這個 我拿一罐 拿我喜歡的 薄荷巧克力口味啦 雖然這是一個商場 可是發現神奇寶貝也沒有很多耶 那我現在在車上 所以等一下開過去 Downtown中就是市中心 那邊有很多的Pokestop 看一下Pokestop那邊會不會有 比較多的神奇寶貝 然後順便拿一下Pokestop Pokestop就有點像寶箱一樣 你點它的時候就可以拿到寶貝球啊 或者是一些蛋 神奇寶貝蛋你可以去鋪化它 還有 還有藥水啊 跟那個 復活藥品 這些在Pokestop應該都拿得到 我不太確定這個 吸引神奇寶貝來影附近這個東西呢 在Pokestop拿不拿得到 那我們之後到市區 我再 再開始錄影給大家看吧 這邊東西還是沒有很多 好 我們現在朝城市出發 Let's go 我們現在在開往市區的路上 那等一下我會停在多一點 Pokestop的地方 然後我們再下車走走 哇塞 前面有好多東西喔 我覺得你等一下走過去前面那邊看一下 那邊超多東西的 然後你們看到這個藍色的方塊啊 就是Pokestop 就是類似寶箱的意思 可以拿到物品 然後這些上面有一些Pokestop 可是它又有像櫻花一樣在旁邊散落 我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我們等一下走過去看看吧 是比較大的Pokestop 欸這邊剛好可以拿到 我停車的旁邊剛好就有東西 Canadian Blood Service Mural 然後Pokestop就是這樣賺它 欸應該會給你東西啊 可能網路有問題 喔給了給了給了 來了 兩顆寶貝球跟一個復活藥 就是這樣啦 然後它好像是四分鐘會刷新吧 這邊我不知道有沒有寫 我覺得它是伺服器可能太多人玩 有點盪盪的 像現在就不能再拿 不能try again later 就是被拿過了 這樣就是被拿過了 那大概我記得好像四五分鐘它就會刷新 那我們現在下車去走到那邊看看吧 我現在走在呢 我現在走在呢 加拿大 愛德華王之島的Shadowtown市中心 那這邊的建築物都很古老 你們看到這建築物大概都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 那前面那些建築物比較新 然後呢 我正在接近左邊有一個Pokestop 有散落櫻花的花瓣的感覺 不太確定是什麼意思 要靠近好像才能拿 看起來那Pokestop好像就是這一家耶 那我現在就在它的旁邊 點下來看看 原來是個龍蝦圖啦 就是這個龍蝦 這是一個咖啡廳 然後它的旁邊的牆壁呢 畫了一個非常大的龍蝦 這可能是一個景點吧 為什麼會有櫻花的花瓣散落呢 這我也不知道 什麼意思啊 是比較大的景點是嗎 快給我你的物品啦 喔我看到上面這邊有一個標記 有人放了這個標記物品之後呢 這邊會吸引野生的神奇寶貝過來 大家可以抓 原來花瓣就是這個意思 是有人用了這個物品 欸果然馬上覺得一隻蟲蟲 可以不要給我蟲嗎 我蟲很多耶 還點不到它 蟲蟲難點 可能是網路有點卡 我真的覺得這邊好卡 這家店的老闆 自己放的 這家店老闆自己放 人家過來吃飯 這隻蟲蟲點不到 我們去前面的 欸點到了 它可能網路有點卡 瞬間抓到 這蟲蟲是最常見的神奇寶貝 我也有一隻還蠻稀有的 一隻迷你龍 是我目前最強的 最強的神奇寶貝 不知道等一下會不會再抓到 這個遊戲呢 你同一種 同一種神奇寶貝 一定要抓很多隻 因為你 假如我抓到這隻迷你龍 它會送你三顆迷你龍糖果 所以免疫之神奇寶貝 會需要的糖果不同 這些糖果是需要 給它升級 跟給它進化 像我進化的話 就需要25顆糖果 所以我必須抓到很多隻 這隻神奇寶貝 才可以 才可以把它進化 太陽有點大 我怕你們看不太清楚 我前面呢 又有兩個 兩個 Pokey Stop 然後還有一個競技場 競技場我現在等級有點低 應該也是打不贏 前面那個Pokey Stop 應該八成就是這個雕像啦 這種建築物很有名 這一棟是 加拿大 剛開始是很多個殖民地 分散 然後最後呢 他們 來到了這個島上 在這個島上 決定說 統一變成一個國家 變成加密大將 前面還有一個應該是 表演的人啦 這邊有一個歌舞廳 可能是剛表演完 前面有一個穿西裝的 看來就是這啊 不過我剛到他的櫻花就不見了 時效過了 這個雕像 來看一下 覺得玩 Pokemon GO的最大的好處 就是讓大家 走到一些原本不會去逛的地方 前面還有一個耶 前面是什麼 連續兩個在一起 就是這個招牌 招牌還好 給了幾顆寶貝球 後面還有 我們去後面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競技場 看一下是競技場 哇靠 欸他這隻 他這隻是最稀有的神奇寶貝耶 因為目前超夢啊 那些神獸 還有一些雷鳥 就是三種屬性 雷鳥 極動鳥跟那個火焰鳥 目前還沒有出 超夢跟夢幻也還沒出 那這一隻目前是 最稀有的神奇寶貝 最稀有神奇寶貝有三隻 另外兩隻我忘記名字 不過這隻也是集中一隻 哇 CP1283 有夠難打 掰掰 我最高才100多 程度差太多了 但是 市中心果然等級就是不一樣 大家都閒錢美式 應該一直出來抓都可以 我住的那個農場 裡面都沒有 巧克力 這遊戲不公平的地方 這有一個Poke stop 就是這棟建築物啊 Provence House of PI 愛德華王子島的主要的建築物 看他給我什麼 就是這一棟 這棟建築物就是剛剛我們講的 很多殖民地到這個地方 決定統一變成一個國家 就是這棟建築物 我發現這個櫻花花瓣啊 它召喚出來的都是蟲蟲 你看這邊有一條蟲蟲 怎麼都是蟲蟲 有沒有別的東西啊 這樣蟲蟲 也不是不好啦 賺一些紀念也OK 只是我想抓一些比較稀有的 蟲蟲是最常見的 我聽說啊 有網路上講的 有些戀童癖的 一些大叔呢 他就在很晚 在半夜的時候 在Poke stop 放了一個櫻花花瓣 就是讓 野生神奇寶貝過來的 一個物品 使用了之後呢 吸引一些小朋友過去 呵呵呵 就是練童癖的手段 反正你們自己要注意啦 這個 真實世界的東西 其實 跟虛擬世界結合 有時候會 有一些新的犯罪手法 你們自己要注意一下 前面這棟教堂 好壯觀喔 這棟教堂 八成也是一個Poke stop 可是他並沒有 我不太缺點 走過去看看好了 通常教堂呢 他都會變成一個Poke stop 或者是一個競技場 這種這麼大 我不然以為他會是競技場 欸 又是你寶貝 哇又是蟲蟲 剛剛那個地方又照樣一直蟲蟲 哇 不抓 不抓 我抓 今天出來就是 拿到一大堆神奇寶貝球 跟抓到一大堆蟲蟲 不過今天天氣真的不錯耶 因為出來走這也滿足 以前還在這邊上班 在 這條街走下去 有一家餐廳 我在那邊上班 我走到這個教堂了 這堂子是一個Poke stop 我看他會給什麼 還好 一個藥水 跟一個寶貝球 還有一個復活物品 我們前面又到了一個Poke stop 欸又有一個 又是蟲蟲 我發現櫻花招換出來 真的都是蟲蟲 抓到了 蟲蟲超好抓的 我以前就在這一家上班過 他這條街呢 通通都是一個同一個老闆 這邊所有餐廳都是同一個老闆 可是老闆超有錢的 不過自從我找到政府的工作之後呢 他叫我回來做 我就跟他講說 暫時限不要 政府的工作錢比較多 你以為開好大聲 好多東西喔 這個Poke stop超好 好啦我們要繞一圈回去 我剛剛停車的地方了 欸有多多鳥 也OK啦 雖然不是很稀有 抓到了 好可惡 多多鳥入手 多多鳥我已經有進化一隻了 也是跟蟲蟲一樣是很常見的神奇寶貝 目前走到現在還沒有看到半個人在玩Pokemon GO 溫哥華那邊應該很多喔 這邊比較偏僻一點 慢慢開始會流行吧 我覺得 這邊 再有一個Poke stop 是這個雕像的Poke stop 這個雕像 這個雕像呢 是加拿大的 因為算兩任前的吧 兩任前的總理 叫SERGIO 看SERGIO會給我什麼東西 不要這麼一毛不拔好不好 快給一些東西啊 沒有欸 可能要我跟他拍照之後 他是要給我東西 這有賣冰欸 世界上最棒的Ice Cream 這講得太誇張了 天氣有點熱 去買個冰吧 我們正在這裡 可以坐在這邊嗎 我買一點薄荷巧克力口味 但他沒有了 所以我只好點香草 這邊還有賣一些桌邊商 比這些牛還蠻可愛的 那我們出去吧 出去享用我們的Ice Cream 夏天吃這個Ice Cream就是爽 我們就想他這冰淇淋超好吃的 尤其是他旁邊那個脆脆的巧克力跟花生 做的真的還不錯耶 這家 這家我之前沒吃過 今天一次覺得真的蠻讚的 下次再來吃 我們這個城市中 所有的競技場 全部都是被藍隊佔領的 我們剛剛說很強的這隻是藍隊的 然後轉過來 這邊附近有一個又是藍隊 不過這個就比較藍 這個才400多 400多的CP值 這邊也有一個 這也是藍隊 所以等於說我們這邊的人 當機了 這網路有點慢 我們這邊的人大部分都是藍隊的嘛 我也加入藍隊 因為我在溫哥華的朋友叫我加入藍隊 當機 他的伺服器有點慢 你看這也是藍隊 我們這個城市根本就是藍隊大國 其他顏色不就很慘 一直被攻擊 藍隊GOGOGO 雖然我幫不上什麼門我才六級 快七級了啦 走了一圈一個多小時快升級 我們這一趟出去呢 大約走了一個小時 拿到了不少東西 很多神奇寶貝球 很多補血的藥水 很多復活物品 那神奇寶貝呢 抓到的都只有 蟲蟲跟那個波波鳥 還是哆哆鳥 並沒有抓到一些很稀有的 有點可惜 不過沒關係啊 下次再來 那我們現在就要回家囉 哇 剛剛在回來的路上啊 還遇到了這一隻 把他抓到了 CP值117還蠻高的 這一隻好像會進化成九尾狐吧 因為我看他圖鑑這邊 這邊下面圖案好像是九尾狐 感覺蠻厲害的 就 剛抓到CP值就117還蠻厲害的 那我目前最強的就是 這一隻囉 迷你龍 是我目前最強的 然後 迷你龍算稀有 這隻117也蠻厲害的 這是超能力系的 但我不知道這隻稀不稀有啦 那剛剛抓到了 九尾狐 感覺蠻稀有的 我很少遇到他耶 但是我不太確定 迷你龍我只遇到一次 這一隻我好像遇到兩次 第一次被他跑掉 那這次有抓到還不錯 今天拿到很多東西 去逛了一個小時就拿到蠻多寶貝球啊 然後 我願意一些血瓶跟復活藥 復活藥劑 今天的視頻就錄到這邊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啦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或幫我按一個讚喔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 請… 你知道嗎 我… 說得很難 我… 很難看 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